大家好,我是投资多伦多的莉莉湖 今天带大家看的这套遗址房位于万景市地址101 Clark Avenue 这套遗址房主结构1855年建造,距今将近166年 加拿大建国才153年 有故事的房子除了有地址还有自己的名字 而101 Clark Avenue的名字是The John Hoover Residence 加拿大建国之前是英国殖民地 美国革命后,英国为巩固殖民地的霸权 希望通过出售或转让王室土地来吸引居民 以确保人口健康成长 1807年,Peter Anderson得到了一块200英亩的土地Lot 34 几个月后,用15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Uzel Wilson 四年后,Wolson的授权人将东半边用87.1英镑的价格卖给了John Hoover 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开始谱写了 地址是1990 Leslie Street 1794年后,万景迎来宾州荷兰派移民潮 John Hoover的父亲1750年左右离开德国到宾州工作 后来生了6个孩子 其中的三兄弟,John,Martin和Daniel在1804年搬到了加拿大 7年后,1811年,John买下了11990 Leslie John的孙子John三世在结婚前差不多是1855年修建了这所房子 1859年,地税局估价第一次按加币登记 土地和房产价值分别是2600加币和4000加币 John三世的儿子退休后 于1934年将这块地卖给了同为宾州荷兰派移民的Samuel & Donner 1945年,Ward家族买下了这里作为他们的度假屋 而土地则租给周围的农民耕种 Ward给这里起名Oscroft Farm的农场 他们酷爱收集马车,后来还将很多马车藏品捐给了万锦市博物馆 后来这个房子被闲置了 1997年,住在101 Clark Avenue的Stellick夫妇带着两个孩子 觉得住在目前的房子里越来越挤,想换大的房子 朋友建议他们可以考虑找一个快拆除的遗址房 大概一加币就可以做产权过户,然后把房子移过来 Stellick夫妇联系到了负责遗产房的协调员George Duncan找到了这套老房子 把他搬到了101 Clark,并在后面加建了一部分于1999年完工 Stellick家族在这里居住了19年 2016年,将这套房子卖给了现在的屋主丁氏家族 大概1710年左右,大量德国人在宾州定居 带来了他们本土的原木建造法,俗称宾州荷兰派和宾州德式风格 宾州荷兰派风格有很多特别的元素 让他们和其他风格,比如英式风格区分开来 烟囱在房子正中间,门窗不对称的开口 门在偏近中间的位置,一边一扇窗,另一边两扇窗 宾州荷兰派建筑,无论1.5层或双层,原木、笋某或者石头结构 都展示了精湛的木匠工艺和完工细节 这些手艺在兼顾实用性和稳固性的同时 在北部加拿大恶劣的天气下仍展示了简单的优雅 他们对万景早期的建筑工艺有着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166年后的今天,The John Hoover Residence的外貌 除了前廊和住室,是外的家族从别的房子移过来的 内部的结构到处都是当年的影子 装修却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更新 完全没有沉浮的气息 欢迎来到The John Hoover Residence 客厅大小适中,壁炉的开口对着客厅 正好对冲了开门的冷风 餐厅可供6至8人供进晚餐 墙上挂着2002年万景市政府颁发的优质一纸房奖状 一架旧钢琴,弹起屋主的闲情意志 侧面166年的老楼梯领着我们上二楼 二楼1955年的部分正好做一个主卧套房 楼梯上来的部分做功能区,可用作书房工作室 屋主陈列了各种中式的古董,和这所老房子相得益彰 另一面打开古旧的门,还有个步入式衣柜 砖石围绕着正中间的烟囱通风管,正好隔开了主卧的休息区 可放king size的床,床左侧可放婴儿床,旁边的墙面可放穿衣柜 主卧套间的洗手间全是现代的装修 淡色的地砖,双齐脸盆,浴缸,无边落地玻璃淋浴房,应有尽有 另有三个次卧,共用另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也是无边落地玻璃淋浴房 其中一个次卧,有一面墙带书架办公桌 浓厚的书卷气息碰面而来 房子去二楼有两个楼梯,我们从家建的楼梯下来 地板和橱柜虽然是新的木材,但保留着原木的外貌 深绿色老式堂瓷炉子和墙上淘来的画摇香归映 全是怀旧风格,地下室也完成了装修 老古董有,屋顶透着年代感的笋帽 和花纹细致的马舅门 地下室带厨房,洗手间和三个睡房 前院超长车道加上双车裤,可以停八辆车 后院铺了现代而成几何形状的石板 让剩下的草坪也拥有艺术的形状 这座房子结合了德国,美国,加拿大,中国的文化 创造了自己的小世界 今天介绍这套别墅 这座房子的John Hoover Residence是多人多少有的遗址房 Hattish Home,房子166年的历史记载了最早John Hoover 家族的四代人和后面每个家族的故事 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家族的传承 世代更替也深深不息 每个住过的人都留下了蛛丝马迹 而建筑本身也是无声的陪伴者 拥有过去喜怒哀乐的回忆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故事 请记得点赞收藏或转发 想了解更多多伦多的房产 欢迎关注我 我是投资多人多的莉莉胡 投资多人多,投资您的未来 我们下期见